学习摩登舞的第一个要素就是架行 没有良好的架行就无法真正学好摩登舞 从历史上看 摩登舞的架行是一直在演变的 这期视频里学习的是现代架行 架行看似简单 但要做好却十分困难 它涉及到两人的重心 空间 身体的接触与延展 我们先来看杨超老师讲解的标准架行 我们在跳舞的过程中 我希望我们当我们的脚踩在地板上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的臀部可以略微的 有芭蕾的感觉有一点收紧 往上提 好的 女伴也是一样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 然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臀部肌肉 去拖住我们的腰这个位置 然后继续往上走 然后在我们的脖子这一段 然后我们希望在你的后脑勺这个位置 然后来找横转一下 好的 来 后脑勺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要往上提拉 好 如果大家还没有感觉的情况下 我希望来助教我们可以把它 来 现在我们放到我们的脚掌上 来 两人 对的 很好 当我们在升到最高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永远是人拉得最挺拔的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感觉自己有一个向上的力量 脚往下踩的力量 然后同时我们这个时候呢 感觉保持我们的头部的高度不变的情况下 使我们的脚跟放下去 对了 很好 好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保持一个最挺拔的一个姿态 来 请我们来转过来 好 然后我们有了这个垂直的过程了以后 我们开始讲我们的两个双手 好 我们以中指为一个最外面的一个点 然后呢 往下延伸 对了 然后继续延伸 感觉到你的肩膀的位置同时往下 好 在这个基础上 肩膀位置保持不变 双手平举 很好 那 我们的左手 大胳膊肘不动 然后我们小胳膊肘略微弯曲45度 好的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的 左手位置呢 我希望大家是虎口 正对前方 好 那我们右手也是一样 那我们的 大胳膊肘不动 小胳膊肘回来 好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要感觉我们下我们自己的中指 然后这个位置呢 是在我们自己的胸口位置 对了 好 现在我们有请赵一恒 把我们的重心放在我们的右脚上 好的 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头的位置呢 是垂直于我们的右脚 好 然后 我们的左脚呢 我希望呢 大家可以和你自己的右脚的水平位置相对齐 好 在这个基础上 那我们同时有一个下降的动作 对了 好的 然后我们的最后呢 我们会做什么呢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什么 中腰位置的一个拉伸动作 继续往上拉 对了 很好 然后在脖子这个位置呢 我们有略微的向左的一个意识 对了 很好 对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男伴的一个架行 我们男士邀请舞伴我们的左手 和舞伴有一个接触 好 然后我们带引舞伴到自己的身体这个位置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三分之一位置的接触点 然后呢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 对了 那女伴不用动 啊 好的 好 在这个位置上呢 我们有一个什么 女伴尽量往外延伸的动作 对了 我希望是舞伴自己做出来 好 那我不希望看到的是 男伴或者是女伴 两个人在舞伴身上 然后同时再去做 搭完架行以后再去做拉伸 这样 这种我不太希望看到 好 好 然后我们再来一次 预备 来 一 二 好 身体接触 三 放手 好的 然后四 松膝盖 好的 来 来我们再来一次 来 再回圆 来 预备 起 一 二 三 尽量往上拉伸 这个时候 男伴女伴一样 好 在这个高度上面 松膝盖 好的 然后同时你要有一个呼吸 呼吸的感觉 很好 对了 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要去做一下我们的左右转换重心的动作 好 男士我们会转换到我们的右脚 左脚上 对了 然后女伴是右脚 好 然后我们再换到我们的男士的右脚上 好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下转动 来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二 好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希望让特别是女伴可以看到我们女伴在这个手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尽量要保持延伸的感觉 然后放回来 很好 这样的话我们的空间才会大 好 然后我们再继续交换我们的中心 来走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好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正面 来 一 二 好的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所要讲的我们男士和女士的驾行的位置和我们的身体接触的位置 还有我们左右转换重心的位置 好的 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翟孟飞和萨沃老师讲解的在搭驾行时男士的引导以及找到两人连接力量的练习方法 接下来他们还详细讲解了在搭驾行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两个人在搭驾行的时候吧首先有一个很好的准备 这个准备呢就是在我们没有接手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要有一个这样子的空间给到一个对方 而不是说我一上来就去想着怎么去贴我的舞伴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两个的身体其实没有找到自己很好的一个空间位置 首先呢我们准备的就是大家都知道是有一个距离的 然后男生呢伸出你的左手去邀请女生 然后这个手的接位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两个人手贴住的时候要感觉这个手轻轻的是握在一起的 但是是有力量的 握好了之后呢要感觉男生先靠你的核心后背的力量 他要先靠他核心后背的力量去吸引我的女生吸引你的五半前进 你看我们两个这个是男生从通过他的后背给我一个这样空间的引导 让女生向前去而不是随便的把女生疼拉扯上来 这个时候我们快了 没有快了 太快了 太快了 这个时候我们两个人的重心和重量就很难很难连接到一起去 其实这个身体的贴位只是把我们的重心和我们的重量连接到一起 把我们的身体位置连接在一起 而不是想着怎么去挤你的五半或者是说怎么去找你的五半 所以呢在我们这个第一个这套手带的时候要有一个很好的引导 引导好女生 然后靠你看核心后背的力量 如果你找到这个练习 记得我第一次来大家上次说 如果你找到时候你可以找 在搭架行的时候用这个感觉找到你的后背的力量 女生也是这样子的力量 这样子我就能找到我们两个人后背连接 你看我们两个go back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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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it good yes 我们要找到有一个这个后背 你看两个人吸引 两个人物 两个人身背 对了 向后吸引 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力量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女生感觉到了信号之后 我就会上来找到我的女生 找到我的五半 然后女生在上来之后 你要首先先在这个围局当中 先找到自己的左侧空间 我这个左侧位置我是先拉开好的 maybe I can 好我稍微侧一点 我这个左侧空间位置我是拉开好的 然后跟男生的时候 我们两个脚要有一定的距离 大家可以看到脚吧 我们两个的脚要有一个距离 对 然后下面只是把我们的膝盖和我们的重心 轻轻地放到一起去 这个时候呢 保持在这个位置当中 勾到要吗 我们两个人谁的 我们两个的位置是 我保持在我的空间 他保持在他的空间 这个时候是谁也不挤谁的 我离开三五老师 他也可以很垂直地站在这里 三五老师 我连接好 三五老师离开我 我也是可以很垂直地站到我自己的这个位置当中去 首先有一个重点是 一定要感觉我们两个人这个核心这块连接的时候是垂直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们练习这个的感觉 你看 其实我们两个也可以 看吗 你们在去找我班练习的时候啊 可能这样子会清楚一点 对 三五老师他把他的左脚膝盖抬起来 可以看到吧 然后贾安老师现在把我自己的左脚膝盖抬起来 我们两个人找到一个这样子的力量 这个时候我们两个的核心是垂直的 连接在一起 然后把我的重心放下来 然后我把我的重心交换给男生 他把他的重心交换给我 然后女生在这个时候 其实不需要过多的去想着怎么去贴靠他 因为你一旦是你是去贴靠他的时候 你的重心的力量其实是挤到男生的 你是没有站到自己的垂直中 我经常看到啊 在外面看到有一些这个 舞者啊 跳舞的时候 女生特别容易想着 佩佩啊 女生特别容易想着去 我要怎么展示自己 然后把这个力量太多的给到男生 这个时候你其实还没有在准备的时候 他已经觉得很挤了 已经觉得我很困难了 已经觉得很重了 对 所以我的建议是 大家不要想着怎么去贴靠对方 而是想着怎么把重心更好的交换给 交到你的五半身体上 那么其实我们在做预备步的时候 对吧 我们打好架球的时候 下面我们要做的是预备步 对吧 那其实我们在预备步的时候 我们也就是为了检查我们两个重心 是不是很好的放在一起 你要更好的是 这个动作放下来的时候 能不能很好的放在一起去 而不是说我这个形态 或者说我怎么去贴我的五半 因为你贴上他的目的是 为了两个人的身体是如何连接 对不对 两个人这个大架行 或者说准备的这个架行 是连接在一起 而不是我给他多少重心 他给我多少重心 在讲的这几个点 不要去想着怎么去贴靠他 只是想着我们这两个重心点 把我们这两个连接点 把我们的重心交给对方 安全地交给对方 当然你还要保持在自己的垂直轴 出现的问题就是特别是女生 我建议大家在solo练舞的时候 就是说自己去练舞的时候 这个架行的整个力量 不要开得太大 不要开得太大的这个意思 就是不要扯的 不要这样扯得太开 因为我会看到很多女生 在这个特别是自己练舞的时候 容易扯得太开 那么你们就很难找到 自己的一个平衡 所以我觉得练舞的时候 自己练的时候 首先你要找到可以把两个手 手指尖对齐 放在你的胸口的位置上 然后先感觉你的胳膊肘的位置 后背肩夹的这个力量 是撑起来的 看这儿不要放松的 用你的胳膊肘和你的胸 上这一刻之前我们讲过 一个膝盖的这个感觉 先要感觉这个力量是撑起来的 看到了吗 然后呢这个时候再把你们这个 保持在胳膊肘的位置上 再把你的手轻轻地去拉开 然后呢把你的头转开 这样子在我自己solo的这个过程中 这个位置就足够了 千万不要去做太多的 这个大腰的位置 一定要感觉是胸腰的这个位置拉长 保持在一个可以 这个手的力量 保持在一个可以控制的 这个力量当中 稍微向里一点 这个可以控制的力量当中 然后再去进行练习 再去移动 因为我经常看到很多女生 在跳舞的时候 一上来就把这个形态打得特别大 这个胸膊肘就会太向后了 也有一些女生会这样特别 手的位置特别向前的 这样其实都会影响你的移动 尽量不要让它影响你的移动 哎对 因为架行是帮助我们支撑平衡的啊 而不能破坏掉 为了把搭架行破坏掉我的 我的平衡 那就适得其反了 男士的架行啊 男士的架行啊 主要是 男士的架行在练习的时候 自己练习的时候啊 一定要找到跟女生一样 首先是几个点 一个是胳膊肘的这个位置 要撑起来 横肘的这个位置 平的这个力量一定要撑起来 然后呢 男生自己在练习的时候 我也是提醒大家训练的时候 注意个几个点嘛 一个是你的右手的位置 一定要保持在五指并拢的位置上 因为什么很多男生习惯 这个手啊 很容易这样子分开 那其实呢 在男生 你找到你的五半的时候 很容易这个手的力量 会使用的不平均 所以我希望还是要感觉到 这五个手指头 首先要 自己的时候要找到一个 手指头加紧 然后这样子你的力量 才能顺着你的小臂 延伸到手指尖 这个时候其实你的 股膚肘是撑开的 小臂到手指 这个时候整个是一条垂直线 看到了吗 这个位置是一条垂直线 今天我们看到男生在做这个时候 为了跟你的五半有个很好联系 经常这个手会有一些 齐心惯状 有的太向里 有的太向外 那其实跳和时间长 你这个小臂 胳膊肘的力量是很不舒服的 这是我想提醒大家 第一点 因为不是特别容易能注意到 第二点就是你的这个左手的位置 左手的位置也很重要 这个虎口的位置一定要冲上 保持在一个很好的状态当中 然后你自己练习的时候 这个手的位置千万不要有太多的动作 因为我会看到男生 自己练习的时候 这个左手的力量有 特别容易会乱动 你知道吗 特别容易跟着你的这个 这个移动的方向去乱动 那其实当你 双人跳 搭上男生手的时候 其实也会比较困难 然后还有一个男生需要注意架行的 就是你的胸腰以上 胸椎的位置跟女生不一样 因为女生是头要打开 有一个这样的位置 男生一定是保持在一个垂直点上 一定要感觉你的胸椎到头顶 是完全垂直的这个力量 主要注意这三点吧 其他的我们讲的都很多了啊 主要注意这三点吧 提醒大家 谢谢大家 男士作为引导者 需要要掌握的要点是什么呢 下面是苏帅老师讲解 男士在架行中要把握的要点 我们男士 他的这个轴只用保持垂直就可以了 我们不能说像女生一样 去做这个什么胸腰的展现啊 肯定是不可以的 对不对 咱们男士朋友们 那男士朋友们要垂直 那垂直的同时 我觉得男士要注意的两个点 在架行当中 一个右侧是强壮的 第二个左侧是亮出来的 大家明白这句话啊 男士 右侧是强壮的 左侧是亮出来的 亮出来给谁 给观众 或者是给您的搭档 但是很多男士都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呢 右侧松 左侧让 没有做到 右侧强 左侧 亮出来 这是我希望男士能做到一个点 那为什么要去做到右侧强呢 因为首先 女生已经做了这么漂亮的姿态 他很难站到稳 那我们男士跟女生跳的时候 我们就要干嘛 像一个靶 行走的靶杆 很稳定 但是会动 但是要很稳定 行走的靶杆 所以我们男士朋友们要去注意的一个点 就是说不管女生怎么做 您第一个要给女生的是什么 就是您的右侧的共有轴强壮 因为您这个位置不强壮 女生他根本没办法去 他就靠不住嘛 对不对 那靠不住他怎么跳 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男士要去注意 第一个 我的右侧的共有轴 一定要去强壮 怎么强壮 拉长 就是拉长 拉长 但不是顶啊 不是 不是顶 不是顶 是拉长 这是我的右侧共有轴 强壮 好 当我的右侧共有轴 强壮了之后 OK 我的左侧的身体 不能再厚 不能再厚 我的左侧的身体 要干嘛 亮出来 这是我左侧的身体的感觉 因为当我的左侧身体 亮出来之后 第一个 女生是不是最后有点转 那我的左侧身体一亮出来 是不是就跟着他一起 这个力量 两个人身体力量是一起的 一起的 对不对 这第一个力量一起的 第二个 您的头 这不就打开了吗 这个头就很神器的亮起来了 对不对 但是男士要去注意个问题 我的左手 因为很多同学 他知道 左边要给 但是大家看一下 当他左边给的时候 他的左手的手肘会跟他的左边身体 走在一起 走太多了 那我们要去注意 左手跟身体要去 对拉 对拉 我的左边在去给的同时 我的左手一定要去相对的去拉住这样的一个力量 不能随着他一块过去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要去注意 所以男士朋友们很简单 就注意两句话 右侧 强壮 左侧 亮相 最后 吴洪博 陆婉英老师 为大家讲解和演示架行中的男女贴位 讲解的非常详细和精彩 因为跳舞的时候 我们不是永远右边贴右边的 以及就算是右边贴的右边怎么贴 贴哪个具体部位 大家要知道啊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正常搭架行 搭好了以后 正常搭架行 大家都知道是右侧贴右侧 那么右侧贴右侧的具体什么 不位置 大家要搞清楚 有的人 尤其是女士啊 为了给中段给五半 以及为了把他的这个胸腰要打开 直接把肚子和整个中段的这个正面 大家看 这是陆老师的肚脐眼大概 大概在这个位置 他这个肚子这个正面这一圈 完全是顶着你的五半 然后呢 你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个身位 导致了你的重心和你的胸腰后背 谢谢哪位朋友松的眼镜啊 然后打不开 或者是没有一个好的漂亮的效果 所以大家想有一个正确的位置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管男士 你是男士还是女士啊 不管你是男士还是女士 很简单 找一找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自己觉得是很有用的一个小技巧 你去找一找 你把右手插口袋 我们男士的裤子都有口袋 可能女士没有啊 女士可以模拟一下 有裤子的口袋 有口袋的裤子 有口袋的裤子 你可以去模拟一下 看我这有个口袋 我的手可以插进去 对不对 那么你手插进去的这个位置 你摸一摸是大腿的什么位置 你摸一摸是大腿的什么位置 然后就是这个位置 的上面和下面来跟舞伴接触 所以不是这儿 大家记住 这比我刚刚很多女士 肚脐眼 这不是肚脐眼吗 这个位置 肚脐眼 这一圈的正面 跟舞伴一贴 往上顶 一贴 贴着舞伴 然后你舞伴觉得 哎呀我的舞伴怎么这么顶我呀 男士就会觉得 哎呀我的女士舞伴怎么那么顶我 然后呢你自己肚子还一顶 然后腹部跨位也让不开了 移动重心的时候 很愿意要让位嘛 然后头呢 也因为这个东西 就往后仰下去了 所以就会因为这一点不对 导致了好多东西不对 所以大家想找位置 下次跟舞伴贴身体的时候 贴哪里 去摸一摸口袋 手往口袋里一叉 好 那这个时候 就是手放在口袋里这个位置 也就是 可以我说的比较直白一点 就是我们的右侧的大腿面 右侧的大腿面 这不是大腿面 这是大腿内侧 这是大腿外侧 这是大腿 这是大腿后侧 那么就是大腿面 大腿面 稍微偏外面 因为口袋在侧面嘛 对不对 大腿面 稍側一点 偏外侧一点的位置 以及 就是你看我的手 打个比方 我这手插到口袋里面去插这 就是这一块 下面 和最高到内部这一块 就是这一条直线的地方 来跟舞伴产生接触 所以大家记住啊 不是这里去接触 不是这 而是这 看到了吗 我手放哪里了 不是这 看这手 打个比方 我用皮带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了皮带啊 这有皮带 不是皮带的正中央 去贴着你的舞伴 这里是不贴的 大家记住 皮带的正中央 这个部位是不贴着你的舞伴的 包括男士 你也是 你的皮带 正中央是不贴着舞伴的 而你应该用到 你的右侧大腿的 正面 偏外一点 就是刚刚给大家解释 这个口袋 口袋外侧一点 这个上面和下面 去跟你的舞伴贴合 一定是 遍住这个力量 还有 女士们找不到 如果你找不到这个力量 很简单 很简单 非常简单 你可以像 比如说 你把右腿抬起来 右腿抬起来 然后把右腿 放在斜前方45度 右腿一定是 放在斜前方45度 膝盖别外翻 别往外打开 膝盖 往 右腿的膝盖 往左腿 双内扣 只要你这个身体位置 是这样的 然后 保证你的右肩 跟左肩是平的 别右肩翘起来 因为你要往左边 拉开自己的空间 你别拉开空间 你右肩都翘起来 把右肩压住 好 这个时候 你给的身体位置 一定是对的 不信 大家来看 陆老师摆一个 一定是我刚刚说的那样 大家看 陆老师把右腿抬起来 往旁边 然后 右腿放在斜前方45度 大概啊 所以大概这个45度 是个大概 你多也少一点 没关系 取决于你个人 当然 没有那么标准 不是45度 就一定45度啊 放在右斜前方 然后 右腿的膝盖 微微的内扣 大家看 对 大家看到吗 微微内扣 然后 把膝盖内扣的力量 膝盖越内扣 大家注意看 这 膝盖越内扣 是不是这个大腿的外侧 偏外侧的地方 就会亮出来 如果你膝盖外翻 你亮出来的是大腿内侧 所以膝盖微微内扣 你就可以把口袋的 口袋的下面这边的腿的这个面 和上面身体的这个面 更好给到你的五半 所以会从这儿 大家看 比如说我 沃老师 股子它没有口袋 我拧一下 口袋从这里插进去 是不是 那口袋的这个下面 和上面 就是从大腿 膝盖以上的大腿 这个位置 这个我手滑上来 大家看 从这里 经过你的胯位 口袋 然后经过你的腹骨 最高到脏 最高接触到脏 就是我们的肋骨 不会贴到胸板 不会有人跳舞 两个胸贴着 是你最高到脏股 那肋骨到了这儿呢 是贴到脏股板 那上面的胸 胸女士是跟你的脖子头 向外扩张也行 所以大家看看 露老师大好以后 是不是这样的形状 大家看 从你的膝盖 发位 肋骨 最后上升 yes 对 非常好 大家看到了 别动 大家看 虽然 虽然大家看 可能觉得 腿好像在右边 绳在左边 那这个位置 空间是正正好的 因为没有男士 有男士 非常好 大家 露老师背面 对 好 大家看 现在大家可能看到的是 露老师的右腿 再往右边拉 看到了吗 他的右腿 再往这边拉 那上升又再往那边去 看到了吗 往这边来 上升再往 诶 我的手反了 上升再往 这边去 对了 上升再往这边去 所以呢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身体是一个斜的角度 但当舞伴 你有一个男舞伴 站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女士一个非常漂亮 露老师大好 别动啊 你大好 你可以回来一点 静 好 可以可以 非常好 好 大家好 好 大家看 露老师现在是斜的吧 但我一上去 跟他呆在行 他就不斜了 看 因为我们俩人有了空间 握住了个人的位置 看到了吗 就会看到 女士 咦 扣张出去了 她的位置就 出去了 那么我垂直就够了 因为女士本身 她的头是不需要垂直的 她的脖子也不用垂直的 她是从胸椎以下垂直到中断 所以她不需要去想她的头怎么回到哪个哪个位置 所以女士本身就是应该从一个斜线和直线的配合 女士应该这样的 你看直线和一个斜线的配合 所以她的头 胸是想到了向外扩张拉长 而我想到的是直线 所以大家看 从任何角度看 我都应该是直的 看到了吗 所以任何角度看 我应该是直的 而女士是这样的一个 任何角度看 男士是直 女士是这样的扩张位置 明白吧 所以这个很重要